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起拍摆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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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俩还是这样没有变过 可是 她们却在一起享受了几十年 在我的印象里 她们是那种 那种永远都在争吵 可是永远却不能分开的夫妻 我知道 她们为什么会离婚 而且经历了两年 当初 当初你走的时候 我不可奈何 我决心 我要活出个人模样来 所以这些年 我在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挣钱 我想出人头地 有时候 我连叫都不睡 因为我想追到 我所想要的东西 现在 我觉得我刻意胸有成竹了 可是不是那么回事 你却离开 我爸妈离婚两个年了 我却一点都不知道 我觉得 我觉得我很 我很孤独 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直都没有了 我一直都没有 我一直料行 凤子 我一直都是 他一直被搞 我一直被严重 有一次滔滔病了 病了三天三夜 我一直在她身边守着她 我看着她的样子 我就在笑 等她长大了 她知不知道妈妈 曾经这么爱过她 她知道吗 我突然间 想到我的爸妈 应该也是这样爱着我的 可我长大以后 却一直在忙着 做自己的事情 而忽略了他们的爱 可惜 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 再去弥补了 也许人就是这样的 当你失去了 你才会发现 亲情有多么可贵 我想做个好儿子 我想做个好父亲 你相信吗 你个小家伙 你个小家伙 快起来吃早餐吧 他都还等着你给他讲故事呢 对 你昨天也没讲 那我现在给你讲 好吧 好 起床 起床 喂 妈 家庭啊 海峰怎么样啊 她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昨天我一宿都没睡好 你们一走啊 我和老头子就开始犯低估 你说这海峰会怎么嫌我们呢 他会不会恨我们 埋怨我们呢 他 他不会一时想不开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吧 那可怎么办呢 妈 没事你放心 海峰他就是知道的太突然了 一下子接受不了 也难怪 换谁都接受不了 仔细想想 昨天海峰说的呀 是有道理 我们是不应该 他当时 当时不是顶在那儿了吗 当时他不离就不行了 当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啊 妈 是我 海峰啊 我没事 我已经想通了 您觉得 这样好就这样吧 您完全有权利处理自己的婚姻 反正两个人在一起老吵架 对身体也不好 我是希望您能够 健康开心地过日子 还是我海峰懂事 要说嫁给你爸呀 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有了你 其他的就甭说了 你说你爸这糟老头子 他 妈 妈 我还要去上班呢 等哪天我再听您唠叨吧 好好好 你忙你的啊 吃了早饭再去啊 别哭着肚子 我知道了 再见 去咋干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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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海峰啊 昨儿夜的我一宿都没睡好啊 你们走了以后 我跟你妈就开始犯嘀咕了 你说 海峰他们会不会恨我们啊 爸 您听我说 我想表明一下我的观点 是啊 是啊 你说你说你说 您完全有权利处理自己的婚姻 反正两个人在一起吵架呀 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 我是希望您 能够健康快乐地过日子 好 就这样啊 再见 这臭小子 唠叨 快吃 云雪人 云雨啊 有空吗 一起去看老电影吧 换新片了 今天不行 我弟弟打电话来说 我爸妈来了 我得赶紧去接他们呢 那正好啊 我送你过去吧 这个时候 车不好坐 正高峰 算了 他们又啰嗦 又爱联想 没关系的 既然答应跟你做朋友 就不会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我就把你送到车站的门口 挺好是吧 挺好 不错 咱闺女的眼光 她能有错吗 爸妈 我真要去接你们呢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真是太巧了 咱们邻居老杨的大儿子 正好到北京来办事 我们呢 就搭了她的顺风车来了 这车票钱也省了 真是一举两得 那你带妈妈去家里 好过这干嘛 是他们非要来的 我又拦不住 闺女 接了你弟电话呀 知道你又有了新情况 我和你爸高兴得 一宿没合眼呢 就想过来见见马强 你看看 一表人才年轻有违 小美啊 谁说这个咱们不是初次见面 可意义大不同啊 我跟他妈高兴得呀 都到心里头去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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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 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 大哥 像我爸妈那天说 你们这少好话 您好好表现啊 回去请我吃涮肉 你不要去 经理 你不是还有事吗 别迟到了 那你们 经理啊 你要有事 你去办吧 别耽误你办事 对了 明天啊 是礼拜六 我们 向那北京转转 是 你跟我们一块去吧 他没空 我陪你们去就行了 多磨了 怎么能没空呢 小美啊 我们这纯粹是一个 小范围的家庭旅游 你呀 一定要来啊 是 是 是 你瞧瞧 你小马还没说话呢 大哥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要不去 后果惨重啊 是啊 不要 你瞧瞧 英雪 既然叔叔阿姨难得来一次 就应该让他们玩得尽兴啊 既然二老婆嫌尽 那我明天一定奉陪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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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明天上午 你们在家等着 我去接你们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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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范围的家庭旅游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叔叔阿姨 早 允许 刘瑞 马强 你来了 好 小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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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你坐前面 你坐前面 不不 我坐后边吧 来 老婆 坐后边 你坐前面吧 你跟马强坐前吧 哎呀 姐 你别牵上了 来 你坐前面 快点 叔叔阿姨 挤不挤啊 不挤 不挤 比你俩风的车宽着多了 哎呀 小马啊 我是说啊 你这车也帅 人也帅 你小心开车 咱们出发吧 哎 出发吧 那咱们就出发了 好的 你翻译 我翻译 一个小孩儿架飞机 有个恐怕发布会 我要去一下 中午就回来 下午我没什么事 我想咱俩带着涛涛去动物园吧 耶 我要去动物园 行吗 好 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你是故事吗 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呀 妈妈小的时候的故事 好吧 知道这是哪儿吗 不知道 这就是妈妈的老家 上海的石窟门 什么门 石窟门 你看 小小的院子 高高的屋顶 这里东南下凉 虽然院子小小的 但是住了几户人家 大家 大家一起在这儿 大家一起在这儿 洗衣服 做饭 特别的热门 为什么几户人家 为什么几家人住在一起呀 因为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家 如果有钱的话 就可以住单独的石窟门了 不过 不过 虽然地方小 大家挤在一起 但是非常的开心 妈妈非常怀念 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房子里 有你的姥姥 姥爷 嗯 妈妈 这是你吗 没错 妈妈那个时候啊 跟你现在一样 妈妈 他们那是谁呀 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 这是你的姥姥姥爷 嗯 如果他们要是还活着的话 能够看到你 一定会很开心的 他们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他们 我看不见他们 我从他们笑吧 谢谢 妈妈 这是哪儿 这里就是上海最有名的外滩啊 老头 嗯 妈妈今天先讲到这儿 下次还给你讲好吗 嗯 好吧 妈妈我给你拿杯水去 不不不 妈妈去做午饭 等爸爸我再吃饭 哦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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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伏地摩 快点就慢慢来 快点要快 听听的吗 要快 妈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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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娘 三娘 别动 别动 你怎么了你 没事 没事 老毛病 鸡血糖 唐唐帮我冲了杯糖水 喝了就没事了 唐唐 是不是啊 你来的也太晚了吧 我这紧赶慢赶 有事没事 要不然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了 在美国的时候也犯过 可能那个时候 忙着赚钱吧 三餐也不正常 医生说的没什么大问题 真的 注意营养就行了 好 你看看你 有过一次叫醒了 还不注意 真是的 我注意 我以后一定注意 妈妈 你要多吃饭 吃得饱饱了 好的 没耽误你的事吧 没事 下午你就休息吧 涛涛 今天动物园 不去了好不好 不行不行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我真的没事了 别担心了 真的没事 不去豆腐 咱们中午出去吃 那一会儿去动物园 好不好 好 太棒了 我去拿花瓶 好 你得歇一会儿 我帮大家去收拾书包去 好 奶奶 喂 玩这么晚才回来啊 菜都凉了 进了海洋馆 就不肯出来了 是吗 还哪里买玩具呢 不是 奶奶 怎么着 那个海洋馆 我给你许的大鱼 那台车子特漂亮 下次我带你一块儿去 下次我带你一块儿去 去 洗澡吃饭 去快去 妈 我让你熬的汤熬了那边 熬了你瞧啊 枸杞大枪乌鸡汤 你特地打电话 嘱咐的 我敢不照办了 平常你对汤 不怎么感兴趣 今天怎么了 不是 嘉宁啊 今天又头晕了 我看她一天比一天瘦 我想让她补补身体 好 待会儿 多喝点 行 不确定吗 不确定 涛涛 嘉宁 吃饭了 来 来 再喝一碗 我已经喝了两碗了 这汤啊 妈都熬了一下午了 妈 到时候您教我 怎么那个煲汤啊 我回去 好作为他们喝 真稀罕 你这大王人 什么时候也想起 做饭来了 妈 过去海冲 做饭很好吃的 那个时候 他时不时的 弄点小花样 我还经常请教他呢 可不是吗 他人家是挺会做 后来啊 老婆做就退步了 你看 见到问我 绝去来了 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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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坏蛋 再调皮的话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跟你讲个故事了 我也想调皮 来 涛涛 来 安静 你多吃鸡蛋啊 你也吃啊 老板 马强啊 今天啊 真是太痛快了 是是是 该去的地儿都去了 该玩的地儿都玩了 行吧 真好 大家都累了吧 回去早点休息吧 小马啊 今天最累的是你 你看 你又当司机 又当向导 最后呢 还全部买单 是不是 啊 是小马 你今天啊 又出钱又出力的 什么时候 你上我们家 我们啊 好好地招待招待你 对对对 您不用那么客气 你不上家来吃饭 那才是客气呢 这么着 明天呢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啊 礼拜一下了班 你跟英雪一块回来 尝尝我们俩的手艺啊 对 好不好 行 我一定来 爸 爸妈 不早了 让马强早点回去休息吧 对啊 你看 静顾着说话了 小马啊 这天黑 你回去 要小心啊 快别说了 你把时间留给我姐 人家俩还告别呢 是是是 好好 小马 你走走走 再见啊小马 小马再见啊 走了 再见啊 好 再见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又是谢谢 你就不能跟我说点别的 别的 那就是不好意思 不应该让你陪我的父母去玩的 实在是不太合适 真让人上心啊 今天一天还在一起出来玩 玩得不是很开心吗 可是临走了你却告诉我 我不该出现 是让我觉得很悲哀 不不不 我不是说你不该出现 我是觉得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就说什么 你不用担心 就算是陪朋友的家人一起出去玩玩 也没什么的 这个时候 事实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要消敬老人 你说对吗 谢谢 以后别再跟我说这两个字 行吗 我谢谢你了 好 你没有觉得你的家人很喜欢我吗 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而且还帮了我不少的忙 马强 别紧张 不说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走了 那你路上小心 拜拜 拜拜 好了 妈 董导我帮您收拾了 我们去了 去吧 别忘了把这保温筒给我带回来 明儿我还得给他送饭 好嘞 跟奶奶再见 奶奶再见 再见 妈再见 再见 慢点啊 再见 干嘛呀 我说您跟我爸呀 可真是的 这饭送来送去 保温筒呢 拿来拿去 俩人就是不和好 您说您那保温筒里 放的那光是饭吗 还有菜 臭小子 甭说我吧 说是你自己吧 哎 我觉得你最近 和佳宁相处得不错呀 和以前那可是大不相同了 哼 还有 也没听你提起什么宁雪呀 宁怎么了 我和宁雪 分开一段时间 分开一段时间 哟 妈可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 行了 这事我不管了 不过我看你和佳宁倒挺有进展的 要我说呀 干脆复婚得了 一家三口子在一块好好过日子多好啊 说老实话 我和佳宁啊 也不是一点感情都没有 毕竟我们俩一起生活过 可是 真要是复婚 我 最近的事真是太多了 那您说 好好的 突然蹦出一个亲生儿子来 我和宁雪现在也出现问题了 您呢 突然告诉我说 您跟我爸都离婚两年了 再赶上我们公司这边 是销售忘记 所以就一件事一件事的 压得我来不及做 我们来不及反应的 所以我想跟佳宁迎雪的事啊 想战士先放一放 等李清晨再说吧 要不然 对他们对涛涛 对全家都是不负责任 你说能用道理 儿子 妈以后绝不强迫你做任何选择 日子是你自己过 主意就你自己拿吧 都这么大人了 你看做父母的 无怪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 只要你过好了 妈就高兴 谢谢 欧宁 遇到最后 你自己建议 看起来 你如此 看起来 到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雪 海峰 真巧 是啊 你来训店吗 你也是 是 挺好的 挺好的 你呢 挺好 我还有一件事忘了跟店长说 我回去说一下 林雪 今天能一起吃个饭吗 今天不行 我父母来了 我得回去陪他们 那他们知道我们的事了吗 没跟他们说 我怕他们知道了 会担心 要不要我去看看他们呢 不用了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那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这是什么呀 按摩器 老年人容易腰酸背道 用这个可以缓解 我试了一下 挺管用的 你是来吃饭的 还是来送礼的 都是 不行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们不能收 这你可无相干涉 这是送你父母的 又不是送你的 那也不行 你要非要送的话 就别上去吃饭了 是你父母请我 又不是你 真好 马强啊 你说让你来吃饭 你买什么东西呀 还这么用心 我都不好意思了 再往这边按两下 阿姨 这个按摩器 有好几档功能 可以敲击 震动 模仿人手 还可以加热 分高中低三档 不同的强度 根据个人爱好 可以随便的调节 是吗 那那么多功能 是不是挺贵呀 你只要用的舒服 其他的都不用考虑 再上这 这 其实让我也是 大头子 特舒服 这东西 这肩胸也要管用 我这肩膀啊 一到变天 它就成你 给我来 我试试 行 那我给您换一个 加热按摩的 好好 不能管用 说吧 行了 我们就回家的马强了 你要进门到现在 还没喝过水呢 有空 自己看说明书 对对对 喝点水吧 喝点水 喝点水 没事 我不渴 要不你也试试 挺舒服的 不了 我还要做饭呢 我给您放这儿了 小姐 你也试试 很舒服的 天哪 我来安排 你吃啊 水果 我来安排 好好好 接着接着 吃不到吧 这东西还真不错啊 按两下你看 真不疼了 挺好的 还真管用啊 我现在啊 这肩膀 也觉得轻松多了 是吧 这按摩器啊 可真神奇 我看 你看看 起来 你也按摩按摩器啊 我不按 你按吧 来 丁睿 看门 丁睿 我来看看你爸妈嘛 你看我爸妈 我们不欢迎你 我警告你 你赶紧走啊 你别自访没去 我是真心实意的 来拜访你爸妈的 不需要 你知道 你知道谁在里边吗 我姐的新男朋友 马强 马强 是吗 哎呦 这按摩器 还能美容啊 怎么了 心虚了 我跟你说 我劝你还是直男而退 你跟马大哥的差距 不是一点半点 人家比你有诚意多了 人家买的那是高级按摩器 好 那把你姐叫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她说行吗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脸皮厚啊 我姐都说不喜欢你了 你还查看她干什么呀 你行行好行不行 我姐跟马大哥 肯定会比跟你幸福的 宁睿 谁啊 我没事 敲错门了 小马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 你跟我们家迎雪啊 真是天生的一对 妈 还不好意思呢 你最爱的 喂 北风 回来吃饭吗 我 要是没事就回来吧 我跟涛涛等着你 涛涛等你画画呢 喂 才不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真的没事吗 真的没事 那你快回来吧 我们在家等着你 好 好 国家妈 太好玩了 看啊 我看见了 mosоф 你先去睡觉好吗 还早的呢 那你先去看书 妈妈一会过来找你 那好吧 怎么了 整个晚上不出声 没什么 我本能太累了吧 跟我还不能说啊 是迎雪 她有新男朋友了 我也是今天刚知道她 那 你还爱她吗 我也不见了 你还爱她 经理 你找我 把上面的客户帮我约一下 好久没有拉拢关系了 你安排安排 我亲自陪她们 那安排在什么时间呢 午饭 晚饭 晚饭以后 随时都行啊 对了 还有什么 发布会 赞助谈判 销售讲座等等等等 总之 前一件 没有完成的工作 都帮她 安排到我日程里面去吧 好吗 怎么了 还不去 哦 是 是 嗯 我今天要陪客人喝酒啊 那你少喝一点 好 再见 对 我今天没有 又不回来吃饭了 对啊 我已经两天没见到她了 她好像不高兴 连你也看出来了 涛涛 嗯 妈妈中午带你去奶奶家吃饭 奶奶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鱼 好吗 嗯 好 妈妈 我现在想去佟孟家爸爸 嗯 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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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今天不回去了 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你们不用过来 我没事 真的没事 对 我改天再回去 没事 再见 不不不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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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